NEO 聊事介意 天線中心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 朝鮮人對上土耳其人 這場比賽是 灌木林 帝國戰爭地圖 這場比賽是Ryper對上Y 先來看一下Ryper的開局地圖在為9點鐘方向 選擇了朝鮮人 朝鮮人挖石頭速度非常快 而且箭塔可以自動升級 後期有馬戰車火炮 重型投石車可以作為主力 而且槍兵這些陸地軍事單位都有木材的潛面 所以整體打起來都是相當不錯的文明 那接下來看一下圖耳其人 圖耳其人最大的特色是他挖金速度是有信念最快的 挖金最快的就是他 但是他的槍兵跟毛兵不能升級 一定要多用自己的黃金兵種去壓制敵人 那這兩個文明最大的差別就是在於 兩邊都是一個陣地戰的文明 那自己雙方都有自己的特性在 但是朝鮮人的槍兵跟毛兵都可以升級 但是圖耳其人的槍兵跟毛兵不能升級 所以整體來說兩邊都是陣地戰的強度文明 那YO這邊的圖耳其人呢 他有悠遊火炮的射程優勢 而且他也有火槍兵可以用 而且也有馬弓 整體打起來對朝鮮人 兩邊都互相克制的作用在 所以這樣比賽是相當特別的 我們來看一下朝鮮人 VIPER這邊是先把家裡少圍圍圍圣 那兩個都是陣地戰的強勢文明 在灌木林地主就會變得很有趣 到底是朝鮮比較厲害還是圖耳其人 那以現階段來看朝鮮人這邊是擁有 這個箭塔上的射程優勢 可以來到13點射程 但圖耳其人的火炮是14點射程 這一點射程就可以大大改變了圖耳其人 能不能用火炮當作主力進攻的一個籌碼 那VIPER這邊則是有馬戰車 這個強力的抗遠射射程的三位去扛住傷害 而且兩邊都是有大洛馬的 但是兔耳其人的大洛馬是自動升級的 所以來說朝鮮人的大洛馬是非常弱的 沒有三級空也沒有三級馬卡也沒有平種 是非常弱的大洛馬文明 YO這邊的大洛馬就特別強 除了會自動升級之外 還會自動附加一點的遠防射程 所以YO這邊的大洛馬後期可能會成為主力 前期海燒多多利用自己的黃金兵、駱駝、馬蜂 或者是拓信火槍兵、火炮作為主力 YO這邊升到城堡時代 點下的東西是品種 還有一級馬卡準備要來出騎士 那朝鮮人這邊決定是要來3TC開農 這也是VIPER的標誌性開農打法 上面直接補一個城堡 可能是要來出馬戰車 那馬戰車這個單位在城堡時代最好解的方法 就是出戰毛兵或者是出生旅 都是很好解馬戰車的 如果你是要用騎士數量去打馬戰車的話 可能數量要夠多才有可能包得起來 為了馬戰車光是拉打還有體質優勢 就會讓你的騎士相當難受 這裡騎士繞到後方 想要抓村民 就是VIPER你們在看 後面燒村 馬戰車勇往直前 沒有往後的意思 拉了幾隻槍兵過來防守 馬戰車往前走 初始體質就150滴血了 非常厚實的血量 攻擊力是10點 加1點射 喔這裡居然直接蓋劍塔 Ryper這裡很有想法 看來要直接深入插劍塔 哇這一村蓋劍塔 YO應該是有看到喔 這裡YO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 看一下這裡駱駝數量很多 這裡直接往前一定沒問題 好看到劍塔馬上補了一根 好右方補了一根大根的劍塔 比較大的劍塔 城堡 好在這邊 直接被抓包 來得及圍嗎 哇即時把後面的木牆給圍起來 欸但是好像有動 哇MIPER這邊蓋堡不成 被壓著跑 好險這裡沒有槍兵防守 身體過來 高強高一隻 落魄 被擊殺掉一隻馬戰車 右邊的這根劍塔 最後也沒蓋成 城堡也是 FIPER一開始 就送了一個DOT寶 給YOR 這40%的城堡 可能要取消掉了 自己沒有太多的軍力 可以去解除 但是拉了這麼多村民過來 還想再來拼比嗎 這個有點難喔 這個可能取消比較好喔 欸 結果不取消 直接在門口 又補了一根城堡 好前期YO 打得算是非常穩定 落魄加沖車 身體也被招響幾下 好這裡都走過來看一下 喔 又看到一根城堡 好這個要取消了 VIPER要記得取消 喔又取消 成功回收 大約400石頭 整個箭塔最後也是蓋好 也是防禦建篪 先斜落魄這裡往前壓 有些的身體一直在招響 好這裡第三級射也點下了 這也是YO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HIPER這邊帝王時代還需要一點時間 最近進攻花的成本 是比較貴的 好這根箭塔 到底可以拿下來 秀一下 防守 繼續插箭塔 YO這邊駱駝過來防守 所以我們逼退了回去 好來看一下YO帝王時代會怎麼打 進車過來 吸一點傷害 最後這根城堡蓋好 兩個箭塔 開始控定 但是帝王時代的YO 有科技上的優勢 但是駱駝也被馬戰車 殺的差不多了 馬戰車這個單位喔 真的是有點難慘 好這裡馬戰車 再反擊回去 YO要趕快點下火炮 工程七製造所有嗎 除了新人又有免費化學 可以馬上獲得火炮生產 帶黃金數量不太夠 而且前面的工程七製造所 殘火炮會很危險 一定要在後面再補一個工程七製造所 會比較安心喔 YO這邊先升級的東西是 駱駝 重裝駱駝跟三級馬卡 好 一回合則是繼續使用箭塔進攻 巨型頭C可能還要再等一分半 之後才會出來 這裡 現在YO有巨型頭C的 量產優勢 好 但是馬戰車走路過來 YO並沒有選擇 使用生旅或是戰毛兵 但我們剛剛開頭有提到 YO是沒有戰毛兵的 所以他這邊只能選擇駱駝或是三旅 這兩個方式去做處理 好 本來是要擋火炮 火炮的射程打擊也不錯 好 歐歐這裡補了更多的農田 駱駝上去壓制 巨型頭C 繼續攻城 好 這邊繼續拆 好 撐到電用時代 變成大型箭塔 這一駱駝數量損失有點快 駱駝數量明顯不夠 哇 馬戰車的單位一直拉打 擊殺這些駱駝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好 這些駱駝還被這個大型箭塔裡面村民 也射到懷疑人生 戰型車補下 但是Ryper的城堡已經倒了 好 這裡有化學了嗎 還沒有 沒有化學 快補一下 好 那馬戰車這個單位 到了電用時代 還是也難產 而且精銳點下之後 血量可以高打快200滴血 不是200C啊 這好像是180還200的樣子 血量非常多 血量二級攻點下了 但是現在駱駝數量還不是很穩定 好 拉回箭塔下方 想要幫忙輸出一下 但是這個火炮 打箭塔也很快 不能被打分了出來 馬戰車繼續拉打 駱駝繼續往前 好 開始把馬戰車的數量 打到越來越少了 剩下六台而已 好 後面可以再多開一些TC 繼續開農上去 現在木頭跟石頭數量穩多 趕快再繼續撒更多農田會更好 這樣駱駝會更好量產起來 但現在其實他的肉已經很穩定了 50幾個肉已經還OK了 但是還是要繼續開TC 不然右邊的防守會有點問題 好 Viper這邊拉了一隻村民 慢慢蓋箭塔 想要控住下面的礦區 好 Viper的地方是在身上去 先點下銀罐技術 一層科技 然後可以讓大型箭塔的射程 變成13點射程 一般的工程工程式的火炮 是沒有辦法攻擊的 但是土耳其人只要點下金罐技術 炮兵或是火炮術 就可以點下加二的射程 但土耳其人比較可惜的是沒有工程式的關係 所以打城堡或是建築物的傷害會稍微差一點 但取而代之是他擁有這個非常優勢的射程優勢 好 Viper點下了三級攻 朝鮮點下了槍柄 建築物技術也補下了 朝鮮人點下了一攻 攻擊沒點 點下了一防 好 這裡燒火 但是獅子還在咬 趕快把這個獅子 拿走 應該獅子就咬不到 合牆咬了真的很麻煩 好上方的打斬車 又再次被洛鎖壓制回去 換YO來蓋寶了 OK 點下了炮兵技術 VIPER這邊點下了真兵技術 開始要轉槍兵 沒有槍兵的話還是很難受 而且這名出槍兵還有木材折扣優惠 趕快把這個疾兵點上去 對VIPER來說也是一件好事 然後變成經濟來說 是差不多的 37.8對37.7 經濟差距並不是很明顯 好 拔到這邊補下了馬修 好 開始兩邊打起了陣地戰了 好 這個大型箭塔 兩邊火炮被擊掉了 好 右側有火炮 等這些大型箭塔都被拆除 好 拉一些馬丹車過來解一下 正面大量槍兵往前戳 但是沒有戳到太多露鎖的血量 拖棄人引怪基礎點下 可能要來轉馬弓囉 拖棄人的馬弓 是遊戲一面 馬弓血量最多的文明 重攻馬弓血量高達100滴血 好險人點下了工程工程師 好 按了一些數量之後 歪歐 這邊點下了三級法務 還有彈道穴 火炮塔 右側這裡 直接硬騎 想要起駐 OK 抓掉一些馬丹車 好大型箭塔 蓋在這個位置 但是遇到火炮 都是白給的 兩邊的陣地戰開始對打了 到底是吵醒的陣地戰 會比較有優勢 還是圖爾西人的陣地戰 會比較有優勢 還是圖爾西人的陣地戰更具有優勢呢 目前觀測的結果 應該是圖爾西人這邊應該是更具有優勢的 最近這14點射程的火炮 真的是太遠了 但是 VIPER都有工程師的傷害加成 所以工程方面來說 速度上 VIPER應該是有優勢的 但是以射程來說 YO可以一直瘋狂Poke 去打擊這些單位 手機劍毒 火炮被抓掉 有點可惜 級兵還是沒有設計上去 還差600黃金 下放有非常多的大洛馬 YO開始用大洛馬進行反擊 所以大洛馬的體質相當優勢 7點防禦力啊 那大洛馬射一下只有8滴血而已 那還是蠻痛的 好 設定槍兵直接往前戳 戳掉非常多的駱駝 下面肉馬送了一波 最後槍兵還是順利拿下了 巨型投資機 好 這裡YO轉出馬弓之後 槍兵就會很難受 重裝馬弓已經升級好 攻擊力7加4 那馬戰車的優點呢 就是遠方高 這裡總是8點遠的 馬弓的話 這邊是7加4 11點傷害 所以馬弓對手的話 打馬戰車 馬戰車是有優勢 但是馬弓可以解決槍兵 那如果有再出更多的駱駝 加馬弓的話 就是配肉馬 萊克這邊可能就會稍微難受一些 好 馬弓上前 直接想要點掉馬彈車 馬彈車隱藏的傷害 所以我恐怕還是倒兵 好 刻意點下龍片子環 馬彈車繼續量產 但是打羅馬的優勢已經開始展現出來 機動吸氣相當好 這邊按了一些槍兵 擋一下下方的羅馬狂亂 順便擋一下火炮進攻 槍兵一瞬間 解掉非常多的羅馬跟駱駝 後面的羅馬也解掉了 好 YO點下了三級了 紅兵台甲 YO上方 又一波衝鋒 可是我們回啦 看我點下了二級攻 槍兵升級已經完全升級好了 這邊就要看 百姆大回後期要不要轉一些肉馬 去騷擾 但是以肉馬對打的情況下 YO的肉馬實在是太有優勢了 所以肉馬應該是非常非常大後期才會出現 前期可能還是要多多利用自己的陣地戰優勢了 巨型投石機還是要趕快量產 這裡不能用火炮 這裡用火炮的話 這裡最方的火炮塔13點射程 所以可能被火炮塔給反擊火炮回去了 兩邊都有一個13點射程的 防守建築物 好馬從這邊有機射擊 打過馬後方 直接擊倒了巨型投石機 火炮這邊往後拉 馬戰車直接往後 敵掉了火炮 後面都有一個交換 但是馬公這邊數量一起來 就蠻難打了 所以馬公沒有碰好YO 被失掉了一些 下方這裡 Viper有大動作 開始過來挖黃金 不想要把這塊機 讓給YO挖 這裡補下來更多箭塔 巨型投石機也來了 Ryper反制這些火砲塔最好的方法還是要趕快量產巨頭 但現在Ryper很尷尬的地方是要量產馬戰車又要量產巨型頭司機 城堡的建築產人也被控制住了 而且黃金的消耗量非常兇猛 可能還是要待會轉下戰毛兵嗎 畢竟只靠馬戰車的話量上很難量產起來 黃金消耗也特別兇 正面大量槍兵直接解掉了馬 全方的大落馬 馬戰車再次往前 應該是沒有辦法擠掉火砲 哇 幾乎火砲已經倒了 村民就是需要的回來 Mipe這波還是有點小戰 右邊現在有更多的狀況 更多的槍兵往上戳 戳掉了火砲 兩台火砲直接倒地 Mipe的巨型頭司機活了下來 但這邊直接在火砲塔的射程範圍內 硬蓋大型劍塔 火砲塔的劣勢地方 就只是射擊速度慢 飛彈飛得很慢而已 在這根大型劍塔也是順利蓋好 正面火砲塔 開始打後方巨型頭司機 直接要趕快拉幾乘門過來修理一下 馬戰車再次扛著火砲塔的傷害 往前衝 後方兩台火砲能夠活下來嗎 倒地 第二台好像順利活了下來 巨型頭司機趕快攻城 下方大肉碼 想要帶是突圍 但是這裡有更多槍兵過來想要擠肉碼 但是巨型頭司機最後還是被貼到 哇應該又是可以順利拿下 iPhone下方巨型頭司機最後還是被收掉 兩邊的陣地戰打得非常極限 好可以大肉碼 繼續出 長兵往前 想要直接戳火砲 這有機會收得掉嗎 長兵只有2攻並沒有3攻傷害 要拿下slice有點困難 好現在上下兩邊變成兩陸進攻了 好 YO補了一個新的火砲塔 男巨型頭司機架起來 已經輸出 一蓋好就要被拆掉 尷尬了 YO 好 YO後方 購馬 防守還不錯 長兵一直在後方守著 炒彈車 往前 結果火砲好像沒有控好 一瞬間就被YO的馬鍋給點掉了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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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裡槍兵 軟體 ENSE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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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火靠塔被硬生生修了回來 好 現在YO右邊這塊黃金要想辦法拿下來 黃金才會有優勢喔 好 這裡點一下冰宮殘 加上柴劍植物的話 速度會更快 直接用村民手撕大型劍塔 看一下這一波 好 上方有多大打的喔 他們又再次戳掉了一堆肉碼 大公開始元素射擊 撿了一些馬丹車 好 看到下方這裡 下方這裡 直接硬拆 巨型頭司機 欸 不是要拿來拆建築物嗎 怎麼是拿來拆巨頭呢 這些村民有點 太衝動了 好 這裡又順利解掉 好 槍兵過來 繼續擋 大型劍塔趕快修理 這邊馬丹車往前 需要再蹲一下 好 右後方 看起來還是嵌入了膠著 陣地在兩邊打得非常謹慎 下方這裡有馬弓之後 牠們下面就不能單靠槍兵去做處理囉 後方這個火炮依舊還沒有處理好 牠們也是用火炮反擊火炮當中 在這裡火炮好像會解掉了 YO這個火炮控得更好 活了下來 好 這裡有巨型頭司機過來 金弗又被YO給抓到 這邊直接扛著劍塔的傷害 看正面的話 兵力可能變少了 下方開始變成第二個副戰場 但是湯米實量實在是有夠多 好 麥克爾這邊巨頭 繼續下騎 開始攻城火炮塔 這兩邊真的是 各種陣地戰 好 這裡有肉馬 開始往後衝 槍兵要小心 我怕 有點危險 防衛制度也很大 防衛制度也很大 後方的火炮 一滴 拿下 哇 這個陣地戰這張地圖 很容易打成陣地戰的形狀阿 而且HERO兩邊就是 陣地戰的國民的時候 兩邊都在專心 拿下對方的攻城器 來排隊黃金已經快來到見底 馬丹車加上火炮 巨頭的黃金消耗實在是 太嚴重了 好 這裡槍兵再往前 給壓力 火炮看到槍兵子往後撤 哇 這個劍塔 至乎還沒有被拿下 哇唷 這邊很尷尬 現在人口處只有155人 臭民術可能要再補一些 剛剛那波臭民萬歲充公 損失掉一些村民 所以洛瑪終於想要往後繞了嗎 但是往後繞 被少爐圍了一下 側面要突圍有點困難 好 大洛瑪直接往後走 7點防護率 遇到9點傷害的沉浸中心 只能是2滴血而已 所以這個騷擾沉浸中心的效果 還是相當好 好 這裡城堡補了一根 決定要城堡直接硬蓋 蓋起這根 把這個大型劍塔 直接用城堡拆掉 那有城堡的話 這裡槍兵再繼續往前抽就會很虧 哇唷 終於找到了 直接壓制黃金礦的方法 所以不用再用兵力去壓制回去 然後被強兵打回來的局面 好 VIPER在後面補了一個新的大型劍塔 意思就是說 誰也都別想挖這塊黃金 現在只要誰得這顆黃金 誰就可以得天下 那現在WILE的上方策略 變成了用大量落馬 想要往後繞 那VIPER在左邊的洞 也靠位塗起來 這邊直接變成了一個殘酷的 包夾畫面 一堆肉馬等著跟擊兵做最後對決 太殘忍了 好 YOO這邊找到一個機會 然後往前 擊掉 聚集扣子機 順利拿下 最後左邊一堆肉馬直接被解光了 好下方的話 YOO是有機會拿下這塊黃金 VIPER這邊則是要去控制這塊黃金 出給對手挖 VIPER對手已經黃金見底了 看待會要不要整個什麼戰毛之類的 去解一下馬功 靠槍兵的話 還是有點難戳得到馬功單位 哇 這裡又戳掉了非常多的馬 這裡最後有些馬功直接被硬生生給戳掉 YOO又囤了最後的一些黃金過來 想要解掉這些槍兵 但槍兵最後還是摸到了火炮 火炮這邊血量掉得很快 直接被戳爛 哇 VIPER真的變成超級 槍兵怪 槍兵怪繼續往前 不管 是出馬功還是肉馬 戳就對了 Just do it 都下去就對了 一直戳一直爽 好 好 VIPER的黃金已經跪零 YO這邊還有黃金 覺得YO這邊的優勢更為巨大 這兩點射程 看來還是比較關鍵 這VIPER確實沒有辦法有機會用火炮 或是用追擊頭C 很好的工程 雖然有魔神魔神絲 但是如果摸不到對手的 城堡或是火炮塔 那這個傷害加成就顯得很沒有意義了 反而更具有優勢的射程 讓現在YO變得更有主動權 好下方這裡 開始繼續屯 而且補下了射箭場 還是要轉戰矛 沒有戰矛的話 就意味著VIPER沒有足夠的傷害 可以去打馬風 火炮的話 有戰馬兵 稍微也可以打一下 雖然打起來傷害也是有點差 但數量多起來 還是可以秒殺火炮的 大概幾乎個兩三次 就可以收掉火炮 那目前這個情況來說 對VIPER相當不利 要打贏這場比賽 YO應該是更具有機會的 VIPER現在機會渺茫 而且這邊大衝車也補了下去 哇大衝車 補下去之後 這些槍兵毛病 就可以非常難受了 你要解這些衝車 就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除非有火炮 還能指比較快 但是不算有火炮 哇哦還有這個火炮射程優勢 好所以ROMA被抽掉了 好現在VIPER想用牆壁去解 正面的起兵 再次被解掉 火炮有點殘血 開始攻城上方城堡 卡戰車再次往前 想要收掉火炮 火炮血量還要再5下 最後拿下 OK 卡戰車接火炮效果還是不錯 槍兵再次往前 下方反而是VIPER 巨型投石機又架了起來 上方開始轉手勢 5 MIPER下方轉手為攻 看來已經意識到下面這塊黃金 也一定要拿到 兩台巨型投石機架了起來 槍兵毛兵直接往前 硬起火後方的馬功 好後方的戰毛兵跟槍兵回手一下 好馬三次過來稍微擋一下 槍兵再次解掉了後方大落馬的騷擾 左側這裡火炮穩定輸出 MIPER這裡沒有足夠多的石頭 可以去修理 馬功一直在下方這個位置去防守 右方這邊的城堡可能快便拿下 MIPER有機會摸到黃金了 槍兵直接往前硬戳 MIPER這邊的資源已經全部歸零 沒有一個是三位數的 超險人 最後木材折扣的優惠 還是把自己的資源給炸乾了 MIPER這邊可能要再補一些村民 換回一下自己的經濟劣勢 正面直接硬結結掉兩台巨型投石機 大落馬又立了大功 看這個黃金開始被挖了 MIPER應該意識到自己的村民有點少 資源的庫存並不是很夠 這邊的木群都挖完了 這裡的木群再挖一挖挖到省線的話 MIPER就會很危險了 大落馬再次往前 並沒有看到巨型投石機 可以繼續往後走 鑽地戰來說 YO還是順利建了起來自己的火炮塔 這塊黃金依舊誰也都不能挖 好 上方這根城堡 挖這台火炮 快要拿下這根城堡了嗎 好 後方再補了兩個射箭場 好 後方再補了兩個射箭場 這根城堡的話 待會就沒機會打到 哇 卡路突然拿到最後方 突然這時候也產出了毛兵 黃金看起來是相當吃緊 一般的毛兵 對上佔毛兵 這個畫面相當奇奇 最後YO也要面臨 需要轉垃圾兵的窘境 好 左邊這根城堡 左邊要拿下來了 麥克爾在左側 看要不要找機會 圍一下這個地方 但是現在就有點缺乏 兩邊都不想投降 YO這邊分數暫時領先 經濟上也是 麥克爾這邊經濟反而是比較糟的 好 再繼續打下去 YO應該很有機會 YO趕快來挖石頭才行 好 挖黃金 只是挖石頭 黃金要是挖完 YO就可以拿下比賽的勝利 應該是聖券在握 好 後面大洛馬 往前推進 牆兵往前 大洛馬再繼續騷擾 Viper可能要吃魚了嗎 大洛馬已經開始 可以往家裡衝 好 但是還是被牆兵給解掉 好 這裡開始刷到 拔木工 這些拔木工 逼迫到了前線 接下來該怎麼辦呢 YO在後面的牧區還是相當安全的 但是Viper的牧區已經到了海景第一排了 波頭消耗量實在太大了 哇 這裡火炮 一直回頭打一炮 打一炮 後面的戰毛兵就死的數量越來越多 但是這個牆毛怪讓YO也不是很好過 然後這邊的黃金兵跟肉馬 都會被這些牆毛怪給戳光光啊 現在Viper的單位是非常特製YO的出兵 好 這邊的Viper先優先打出了GG 我們恭喜YO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最後是YO果然拿下了比賽的勝利 朝鮮跟土耳其人兩邊的砲塔都可以來到13點射程 最後陣地戰還是讓YO的火炮拿下比較優勢的打擊 拿下比賽的勝利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出了 哇靠 7萬5的食物啊 黃金來到了2萬2 Viper的黃金輸了非常非常多 哇 甚至還有3勝物 那木材的部分呢 是Viper罰了5萬6 那我們軍事可以看到 最後Viper出了800多隻的槍兵 Wild出了589的漏馬 兩邊都是垃圾大戰 最後還是Wild的垃圾 各有用一點 這個垃圾兵大戰就是漏馬 遠防一點的加成 還是很給力的 那Viper雖然有大漏馬 但是這邊出大漏馬的意義 可能也不是非常有用 甚至還會被Wild的大漏馬可以反擊回去 那最後Viper是丟失了左邊城堡之後 防守開始空洞 而且木頭也越挖越前身 對技的Gmail也是越來越不利而已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見